好 冷钢的魔兽最大号绝对是市面上最高性价比的3V刀的选择 刚刚锋利度大家看过了 你发现这个冷钢它这个细节的打磨啊 做的还是相当倒尾的 整体任部的细化是很ok的 同时呢 冷钢的魔兽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人应该转发过 冷钢这款的魔兽它的性能是非常强劲的 3V的钢材 这把刀它吊起来一辆汽车啊 整体这个刀的强度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你想想那个疯狗它是才吊一个200磅的人 这个是吊了个汽车啊 很夸张了 然后魔兽的前端的打磨也是一个短的切线 很强度大的一个剃头 看到没有 只要它前面够宽 它的强度就一定大 像这样呢 你去掰木头 你随便掰 你什么掰 你它也掰不管 因为它前面够宽 切线的大小决定的 日本刀的切线有好多种啊 这个叫头子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 它越薄 反正它插入性越好 侵入性越好 但是它强度就低 可是它越宽呢 对吧 入侵性可能差一点 但是它强度真的是很高 OK 这把刀呢 是一个3V的钢材啊 CPM3V 然后再加一个DLC的处理 现在我们把目光聚集到手柄 这个手柄的造型可以说是非常舒适的 前面两个纸层 后边一个大纸层 无论你手大手小 都能握得非常的牢固 这把刀握起来是相当舒服的 很牢固 然后我们再来看侧面 这亮点就来了啊 箭薄的 看见没有 手柄做的箭薄处理 只有手工刀才会做箭薄啊 虽然说它这个箭薄做的不打印 但是人家做出来这个意思了 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冷钢的一个价格 同时计死机会 我也在闲聊两句啊 为什么冷钢的3V这么便宜 冷钢 别说3V 冷钢啥它都便宜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是涉及到它这个品控的处理了 以及它的细节上的省签 你比如说那个手柄 对吧 它手柄完全就是我刀条子开出来之后 做完轮手柄 卡卡卡弄完 轮上一拧就完了 它就省去了一个切边这个过程 喷动药 它整个龙骨是露出来的 整个龙骨是露出来的 国外有很多牌子用这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实际上我们握起来之后 是不舒适的 是不舒适的 你随便拿一把握起来舒适的刀 它一定都是齐平的边 一定都是齐平的边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价格的上升 而且你做的越好 价格升的越多 这些成本 你说有必要吗 如果说对于一把收藏的刀来说 它是必要的 我花那么多钱买的 我需要收藏 那它一定要细节各方面都要好 而且好得多都不行的时候 它才值这个价格 但是对于冷钢来说 这是不必要的 为啥 你要真正出去户外玩 或者你见一些户外大神发的照片 就知道了 人家一般都会缠一个羽毛球的绑带 那无所谓 你是爱不齐不齐呗 对不对 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我羽毛球绑带一缠上去 你里边齐不齐跟我有屌毛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直接用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只需要一个柠绒绑带极块钱 你这边能够省几百上千的一个成本 那对于我来说太实惠了 而且3V的钢材我去顾外实用实操 多不心疼啊 这个刀的价格 你随便找一个刀讲 它做不出来 就是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这就是工业化的魅力 它能够大批量的是这些很昂贵的东西 原本很昂贵的东西 让所有的普通的老百天都能用得起 虽然说它有一些小的世界上的不足 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有价格吗 价格在这 它不是问题 只要性能强劲 东西用料没毛病就行了 冷钢的3V 很多人说冷钢3V不行 我自己测试过 我认为是不差的 冷钢3V跟boss3V我是测过的 我觉得是不差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冷钢K翘其实挺拉的 它这个翘不叫K翘 你知道吗 它是一种 这种材质 我也不会念 总之它不是K翘就对了 这个翘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你插进去之后 它整体锁定不够清晰 然后有时候呢 又过于清晰 就卡住了 出不来 这把包的话 相对还好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个计时的 我说那种出不来的 是那种武士 金属的 爬进去就出不来了 这个冷钢玩家应该都知道 然后这个刀的翘 控制的晃动也是不错的 因为它整个模具切出来 还可以 但是有的时候冷钢水地头跟剃头 用一种翘 大家注意过没有 这样的话 它方方面面成本都少出来了 而冷钢这个牌子它省成本 不让大家觉得讨厌的原因就是 它把省出来这个部分成本真正让给客户 这个是它很厉害的一点 你不能说你省出来的成本之后 你价格不必 对不对 冷钢人家该省省 但是人家呢 把省出来的钱都让给客户了 冷钢就是靠极致性价比在这市场上存活 东西没有什么太大模拟 他们家的东西直接就上三位的就行了 香啊 真的香 然后看一下冷钢的包装盒 冷钢的包装盒比较简单 外边一个图 然后一个型号 这边有一个参数 整体就比较简约大方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这啥东西 什么尺寸 这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饼握起来挺舒服的 铲上胶之后就无敌了 一体绒骨它怎么让它都震受 一体绒骨它怎么让它都震受 谢谢大家